欢迎收听 带着妹子去修仙 作者凤舞九天 由大宾为您播讲 喜马拉雅独家播出 这下好了 院长提出举办学院的运动大会 但只局限于八品级教室的运动大会 整个八品级教室 此刻一共有两百个 那不用说 老师至少两百个 学员上万数十万 周小白自己的学生 满打满算 不到三千人 在这些人里边啊 那至少要抽调出两百人参加竞赛 一旦输了 就会从八品级调到九品级 甚至逐出学院 一旦离开学院 那院长就可以光明正大的弄死自己 那时候 那时 那时候绝不能让他得逞 周小白直接就上了头了 直接激眼了 沙东海 林天真小布尔叶子妹合在 我们来了 搜搜搜 外边猫着刺大弟子 一阵风就跑进来了 师父 周小白点了点头 楚桥何在 沈倩何在都给我过来 我们也来了 楚桥妹子这几天比较低调 这沈倩倒是活跃的很 静静也比较快 众人义工到底 参见小白老师 纯水老师 小宝剑老师 小宝剑虽然刚刚来的 但这小姑娘的脾气模样杀气腾腾啊 气场太强 让人都不敢正眼瞧的 好 你们都来了啊 春水 小宝剑 你们去休息 我和孩子们单独聊聊 李春水和小宝剑点了点头 两个绝世美女告辞离去 周小白看了看眼前的一帮超级小妹和一个大哥 别跪着了 都起来 跟我走 去哪啊 师父 去你妹 啊 不是 我是说去你妹妹的房间 周小白最近呢 这脑瓜有点迷糊 舌头都有点拧近了 我是说 去你们没有去过的房间 叫休真小密室 走走走 咱一起去 几个弟子也不知道周小白搞什么鬼 不过既然师父喊了 他们就执行吧 一帮美女弟子只有沙通海一个大块头 这稀里糊里的就跟着周小白走了一圈 来到陈兴教室的一个暗阁 周小白一毛腰就钻进去了 然后 林天真 沙通海 叶子妹 小布尔 楚桥 还有沈千 众人进去之后 果然来到一个空荡荡的密室 但是感觉挺结实 周小白呵呵一笑 这个就是我的专属密室 从现在开始 师父要传授你们真本事了 都坐下 周小白啊 见众弟子坐下之后 他也盘腿而坐 如果有一天 师父被人欺负了 你们怎么办呢 替师父出逃 帮师父打架 替师父干咳 好 能有你们这样的心思 那为师感动不已 既然这样啊 从现在起 我们就在这里超速修炼 有任何不懂的 我随时给你们解答 开始吧 叶子妹刚刚修炼 而且这子府原鹰都已经形成了 她小声的问 师父 弟子有一事不明 为何我子府原鹰已经成形 却无法再进一步 差哪呀 啊 你等等啊 周小白开启属性解读 立刻知道答案 这个事吧 你稍晚点找我私聊 咱俩慢慢说 好的师父 嗯 师父啊 我这个逍遥玩融合的帝皇玩 取名叫修真慎宝 能卖钱不 这小布偶专心练丹 不修本事 你说这事闹的 啊 能能能 只要你努力 就一定能 周小白属性解读了一下小布偶 基本上没什么进境 但是修真练丹却小有所成 师父 我这力量刚猛 可总觉得使不上全部的力气 咋个事啊 沙同海修炼的就是一粒祥识会的本事 最近总觉得还有更大的力量可以施展 就是施展不出来 周小白嗷了一声啊 你的问题很简单 你该找个媳妇的 那问题就迎刃而解 你看看你乡中谁了 回头师父给你说个没 宝个没 拉个线啥的 入了洞房就好了 啊 谢谢师父 那个我乡中咱副班长陈小梦了 可是我不知 行 陈小梦师父 回头我给你问问他 周小白真记不住所有人名字 这才知道自己有个副班长 副班长叫什么 陈小梦 行 师父 师父 我的是天真少女修修权 为什么只有十米范围啊 我看说明上说 练到极致 可以打破九重天 横扫三千地啊 是啊 你修练到极致了吗 没有啊 那不得了吗 费什么话 修炼 这是我们和时间在赛跑 师父啊 那指不定哪一天就得让人家害死 你知不知道 你们再不努力 那你们也得被坏人抓走 关键小密室 当生育工具 你们喜欢过哪样的生活 哪样的人生啊 啊 那样的人生 你们喜欢吗 不喜欢 不喜欢就对了 相信自己一起飞 孩子们呢 修真的意义 师父的未来就靠你们了 加油 周小白给这帮孩子打气 就见沙同海 红龙一声 一蹦狗 把自己脑袋 他妈撞歪了 先昏死过去了 叶子妹 遇着女神光芒 刚施展一半 就神气外泄 一副出水 芙蓉图 漂亮 得劲儿 林天真少女修修拳 才打一半就没了力气 前途后翘 趴在地上 那小模样 小布偶玩着修真 肾宝 吹黑水 不小心弄了自己一个大花脸 倒是规规矩矩的楚桥 用心练剑的沈倩 给周小白眼睛一亮 哎 这才对嘛 好好好 努力努力再努力啊 加油加油再加油 周小白走过去 提了提沈倩的小腰 对对对 屁股再翘高点 这胳膊才能使上力 啊 肩要直 手要稳 腿腰用力 使劲 记住节奏啊 周小白又走到了楚桥身边 争了争他上身 腰挺直 身子要向前 坐如松 站如钟 身似有蛇 不能水漫金山 懂不懂 周小白点了点头 站起来看着一帮子修炼的徒弟 都给我好好练啊 过几天就是学院的运动大会 赢了再散尽一级 输了各回各家各找各妈 知道吗 放心吧 师父 我们一定会赢 众弟子齐声呐喊 听得周小白啊 那心头火热 不住点头 可忽然 周小白好像忽然想起了什么 哎呀 不对呀 这里是哪 这里是 哎呦 我上了这个血档啊 本集播讲完毕 更多精彩 喜马拉雅内 搜索大兵 嗯 欢迎收听 带着妹子去修仙 作者 凤舞九天 由大兵为您播讲 喜马拉雅独家播出 周小白一边观察自己 敌传弟子们修炼一边在密室里边瞎溜达 可这溜达溜达 他就溜达出不对劲来了 回想起自己来的时候到底怎么进来的 不才不对劲啊 赶紧跑出去的周小白摸了一大圈 竟然没发现出口 我才遮不完毒子了吗 等一下都别练了 其余弟子全都一脸蒙圈的转过头来 怎么了 师傅 刚才我们怎么进来的 师傅 您领着我们进来的呀 那怎么出去啊 啊 场面一度有些尴尬 周小白发现 自己就算是启动属性大法 也无法解读这里的一切 回想起来 刚才来的时候好像不是那么简单 一切似乎太顺利了 这里的密室毕竟是学院设计的 周小白只知道所以 却不知道所以然呢 这就有点难以理解了 别急啊 都别急我想想 周小白眯着眼睛朝四周望去 任何地方 嗯 有入口就一定有出口 如果我们进来了 那就一定能出去 大家速处找找 看看有没有这个出气的口 周小白其实现在心里也慌了 事情到了现在这地步 那也不是大家想要遇见的 周小白严重怀疑有人动了手脚 但是在自己领学生们进来之后 是谁在外边动了手脚呢 肯定不是李纯水和小宝剑 有人利用了这个空档 把自己困在这儿呢 卧槽 学生里边有无间刀 除了这个周小白 无其他的想法呀 众弟子纷纷摸索这出去的地方 可是毫无限作呀 沙同海气的 轰隆一圈轰出去 却被震的盗飞回了 一屁股跌在地上 屁有没有 一帮人还算是齐心协力 努力寻找出击的办法 周小白却是越来越着急呀 这可不是简简单单的困人事件 这是要彻底的困死自己呀 真是偷鸡不成十八米 自己把自己给圈起来了 你说这叫什么事呢 你总得出去吧 师父 这里有松洞 林天真尖叫一声 众人都跑了过去 周小白眯着眼 沙同海 把这块钱给我拽出来 是 师父 沙同海二话不说 抽出了一块板砖 露出了一个不大的小口洞来 里边黑漆漆的 什么也看不清楚 周小白一白手 你们在外边等着我啊 如果两个小时 我还回不来 你们自行想办法出去 别找我了 可是 可是什么可是 没有可是 这段时间你们继续找出气的办法 一定要小心 说着周小白就钻进去了 嗷 往里爬呀 往里爬 继续往 哎哎 到头了 鬼弯 继续往里爬 又撞头了 继续往里爬 往里爬 有光亮 周小白估计啊 爬得爬将近一个点 终于看见光了 他又朝前爬了一会儿 就听见有沙沙沙的声音 爬在那细细的墙缝里 看过去 就见一个绝世美女 和一个黑脸大汉 真正在那小声区区 咋样 干不干 干 院长老了 该轮到我们登场了 可惜找不到杀了大公子的人 不然 我们早就可以借刀杀人了 可是你得小心啊 院长的本事可不是说着玩的 那老厉害了 放心 只要到了床上 我弄死他 咔嚓一声 就见绝世美女抱着大汉的脑袋一拧 那大汉嘎巴就死了 绝世美女立刻变成了个老巫婆 那呜呜呜的飞到半空张嘴一吸 就把大汉吸成一堆粉末 他尖叫几声 想让我做嫁衣 你还不配 院长虽然老了 本事还在 杀了他 我不嫌的吗 不过如今我暗杀小队接到了新的人物 周小白到底是什么人物 能让院长大人如此费心 今天晚上我就变成美女祸黑死周小白 咣当一声 谁 救命啊 救命啊 周小白捂着自己的嘴假装喊救命 他知道这老巫婆就是暗杀小队的人 所以也没多说什么 干脆一不做二不休 先干了他再说吧 就见墙上掉下个人来 周小白口吐白沫痛苦的喊 院长大人 院长大人 院长大人怎么啦 你又是谁啊 我是 我是 周小白瞬间属性解读 发现哪 这是个千年老巫婆 是院长大人专属的暗杀队队长 平时喜欢色诱术干死男人 你到底是谁啊 老巫婆摇身一变又变成个爵士美女了 就坐在周小白身上 掐着周小白的脖子 不说 我就杀了你 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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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叫 可 可塞 可塞 可塞是什么 可塞就是恐龙特级可塞号 你没看过 可塞号 对呀 你看 你先把手松开 那我 我跟你讲啊 周小白摇着头 我是从遥远时空穿越过来的可塞号 我坐着人间大炮 我就搜就过来了 人间大炮 对呀 你看啊 你看 周小白拍了拍屁股站起来了 摆了个造型 可塞 前来拜访 千年女巫两眼蒙圈 看着周小白在自己眼前一顿瞎白货 脑袋都他妈白货放屁了 这什么玩意这是啊 女巫大人 院长邀请 好好好 我这就来 超级女巫美女眯起眼睛 在这等我不许走 啊 放心 周小白郑重的点了点头 就见女巫转身走了 然后周小白 居然赶紧换了一身女巫的小黑袍溜达就出去了 从沙手特工队一路来到学院的至高学府 从酒品教室穿梭到通天广场 绕到小树林回了成心教室 从后边找到入口 咔嚓一声把门打开 里边人一片尖叫 就见阳光之下的周小白穿着一身小黑裙 拿了老搞笑了 众人哭着就扑上来了 抱着周小白 这顿痛哭流涕 往衣服上抹大鼻涕 行了行了 赶紧回去休息一下 注意修炼 周小白迫不及待的飞腿就跑啊 就赶紧洗澡钻被窝啊 发现天都黑了 那李纯水小宝剑呢 就我一个人啊 就见月黑风高杀人夜 一个人形蝙蝠的黑影从天而降 食指弯弯的爵士女巫降落下来 黑黑黑的抓向周小白 喜皮嫩肉真好吃 你等会儿没戴口罩呢 本集播讲完毕 更多精彩 喜马拉雅内 搜索大丁 欢迎收听 带着妹子去修仙 作者凤舞九天 由大丁为您播讲 喜马拉雅独家播出 周小白知道晚上要出事 没想到来的这么快 本来之前还打算和李纯水小宝剑商量一下 这下可好 这绝世美女老巫婆就这么黑压压扑过来了 就跟只大蝙蝠似的 周小白四样八叉的躺在床上 假装不知道 脑袋里边却还天翻地覆的属性大法 可惜一波一波精神窥视 都被这蝙蝠给挡回来了 哎呦我去 这还是周小白第一次遇见可以阻挡天地宝库试探的生命体啊 这美女老妖和蝙蝠啥关系啊 真的电磁波阻断系统吗 这不可思议啊 就见那老妖精咔咔咔直晃脑袋 落在周小白的火炕前头 歪着脑袋 那黑乎乎的往下瞧 周小白一睁眼嘎嘣一声 吓得蝙蝠美女愣了一下 两人全都不动了 哎呦我去 这么漂亮 周小白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漂亮的美女老妖 这妖精变成美女的时候还真是红颜祸水啊 不过周小白睁着眼睛继续打呼 这叫庄的 睁着眼睛睡瞎叫啊 当然了 这世上还是有睁眼睛睡觉的哥们 你比如像张飞 那就睁着眼睛让人干死了 但是我们周小白当然不能睁着眼睛让人干死 那怎么办呢 周小白想了个办法 继续睡 睡吧 睡完一击必杀 密了再说 老子虽然喜欢美女 但是对于想干死自己的美女 周小白一向的本事就是斗转性仪 没错 以笔之道 环石笔身的斗转性仪 我干死你 周小白继续睡 睡的那个香 那个甜呢 这大晚上的 李纯水 小宝剑都不见了 好像整个世界就只生活下我一个人 老妖巫婆大美女 别说哥们没给你机会啊 说是迟那是快 那巫婆美女冷笑一声 食指如刀就插起来了 就想掐死周小白 周小白一口唾沫带着缝就喷出去了 巫婆美女尖叫一声 他妈好像没中赌过去 这个小崽子多少天没刷牙了 周小白抬手抹了抹嘴继续 擦了擦嘴的美女巫婆哼了一声 站起来 再次食指如刀就往下插 眼前周小白翻了个身 大脚目鸭子一撑不放了个屁 伸手在屁股呢还抠了几下 然后又在那手心里边一弹 哎呀 哎呀 一里春风化作你直射美女老巫婆的脸的 周小白 你太他妈恶心了 我杀了你 说的这个被熏了懵圈的美女巫婆啊 食指如刀咔嚓咔嚓就往下插 周小白在床上翻来覆去 一会放屁打架巧 一会放屁都咳嗽 满屋子都是周小白五股轮回之味道 就见的美女巫婆尖叫树生 时顺便的施展周小白也不知道什么 反正必杀之计吧 就见周小白似乎在脑袋里边沟通了啥事的 整个人瞳孔一黑 浑身力气如雷 轰隆一声 一边突生的周小白猛的翻身跃起 倒寻空中一把掐住美女巫婆的脖子 老夫活着的时候 你算老几 美女巫婆被变异的周小白就举起来了 举在半空 猛的浑身一抖化作一片黑雾挣脱出去 你 你 你不是 我是你大爷 受死 周小白突然一改往日的调皮模样 变成了魔神一般的人物 轰隆一声 冲破天花板 引起了学院的一片震动 月圆高飞的天空 突然一片雷光闪烁 那美女巫婆惨要一声被周小白一击而碎 之后数声就好像地震了似的 一片片黑雾腾空凝聚 一只巨大的黑色蝙蝠 在月色下瑟瑟发抖 射出冷寒的光芒 周小白 我要吃了你 灭处 还不受死 就见周小白轮起腰中黑剑凌空一只 天地无几 乾坤戒发 雷剑奏行 吃 黑人 秘术 古老妖芒 魔力 逼逼波 美女巫婆也一声力吼 这时引得无数人打开窗户 抬头仰望 全都看见这一盖世一幕啊 周小白被混沌一般的迷雾抱过 四周全都是数不清的痴妹王俩 整个人呐如临天一吼 一道黑光化作万千剑雨 将这只不可一世的美女老乌婆老蝙蝠 咔嚓一声就斩成血污 被周小白全盘接收 整个人瞬间如流星药眼 是吞云土 这样的周小白 太么吓人了 就见周小白从天而落 然后眼睛呼啦哑子 恢复了本来的眼泽 整个人膝盖一软哭通 就跌坐在地上 被匆匆赶来的李纯水啊 赶紧给扶住了 小白你怎么了 第二天周小白请假了 第三天周小白请假了 第四天周小白请假了 第五天周小白请假了 第六天的时候周小白请假了 就过了一个礼拜吧 学院召开全体大会 院长大人痛斥这种暗中搞刺杀的事情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我们天光学院也被异域邀灵入侵了 看来必须啊 要组织一次对这颗星球的除妖活动 嗯 那就等这次运动会结束吧 再行商议 对于周小白老师这种舍己为人 拯救学生的事情 学校提出表扬 奖励请假不扣工资的政策 并且送上学院啊 呃 十分真诚的祝福 祝你生日快乐 祝你生日 好吧 就是院长讲话完毕了 然后中学员回归教室 一个星期后的周小白 还是不打算去上课 这场运动会就继续延迟下期呗 李纯水发现周小白 其实早就没事了 只是还有点忌惮当时的情形 当时呢 黑色蝙蝠美女妖 估计啊 打不过突变的周小白 就开始吞噬学生们 要不是周小白及时把她灭了 后果可真不堪设想 小白感觉怎么样 小宝剑这几天一直啊 忙前忙后伺候着 给周小白伺候的啥也不乐意动了 真幸福啊 没人的时候 周小白就和小宝剑深入交流 没人的时候 周小白就和小宝剑你来我往 没人的时候 周小白就和小宝剑推来推去 没人的时候 周小白就人间大炮一起准备 卡卡拜访 本集播讲完毕 更多精彩 喜马拉雅内 搜索大兵 欢迎收听 带着妹子去修仙 作者 凤舞九天 由大兵为您播讲 喜马拉雅独家播出 这个世界不会永远那么顺滑 我就喜欢这么顺滑的 周小白看着小宝剑妹妹非常用心 非常努力 非常温柔 非常可爱的 蹲在地上 轻轻的 柔柔的 仔细的 美美的 香香的 甜甜的 给自己从里到外的 彻彻底底的 洗脚麻鸭子 哎 这力度刚好 哎哎哎哎哎 对对对 哎 这力度可以啊 这个力度可以吗 小白 你要嫌轻的话 我再使点劲 我可厉害了呢 小宝剑妹妹 真是喜欢 可爱漂亮 洗脚都那么顺滑 哎呀 哎可以可以可以啊 哎呀 啊 刺激刺激刺激 周小白啊 幸福的直叫唤 这脚丫子洗的真舒服 想自己在地球的时候 那都是天天自己洗脚麻鸭子 你还跑这 还坐上足疗来了 哎呀 现在多好 现在有我的小宝剑妹妹 哎呀 比李淳水可爱多了 李淳水那是女神级别 嗯 不爱动腾 啥玩意都得我都都都 都得我伺候她 嗯 累死了 小宝剑妹妹 你看多好 多会伺候一个 哎呀 哎呀 真得劲啊 你看这 你看这多会 洗完脚丫子 洗洗腿脖子 大腿 洗脖子 洗完脖子 洗脸 不是不是那个 小宝剑呢 你洗完脚的水 他妈给我洗脸蛋子 对不起啊 小白哥哥 我给你洗脚丫子 洗到了深入境界入神了 实在对不起 我去换水吧 嗯 这不用了 师父 我们来看你了 哭通一声 以沙同海为首 林天真为首 叶子妹为首 沈仙为首 楚桥为首 一帮学生为首的 学生们 蜂拥进小房间 这春风似水 这世界呀 哎呀 干啥呀 每回到这时候 你们就进来 吹呀吹呀 我骄傲放纵 吹呀吹呀 你们为什么不放过我 周小白以一个 极其牛叉的诡异姿势 趴在小宝剑妹妹的身上 从床上昂起了 骄傲的小暖的瓜子 徒弟们 师父这是在和小宝剑妹妹 也就是你们的小师娘 在谈论如何把小草 变成春风 你们信不 林天真 天真地问 春去春又回 哎 这主要是关于人体 在受到刺激的时候 我该如何维护 我自身的权益 周小白轻轻地拿起大背 给娇羞的小宝剑 先给盖上 那个 以后你们进师父房间 谁他妈再敢踹门进来 我瞎子你们 周小白终于食指伸出 学那个老巫婆的食指如刀 吓的徒弟们尖叫一声 妈呀呀 掉头就跑 本着老好人不嫌事 大的沙同海 就护在了学姐们 逃出去之后 被周小白一脚瞎子就踢飞了 划出一道漂亮的弧性 光荡一声啊 你说这帮小兔崽子啊 总在关键时刻过来 那么踹门来 你是不是没事找事吗 小宝剑妹妹 这时候早就跑了 一个飞吻席上来 晚上呢 晚上你妹 晚上 周小白打了个哈欠 心想啊 自己一路彩虹 一路风景 活到今天也太不容易了 一看正着大中午 大太阳 自己惦记着小宝剑妹妹 在屋里边翻来覆去 的确有点愧对着美好的阳光啊 浑身酸爽的周小白走出去 发现已经下午开课了 自己在陈行教室外边 溜达了一圈 倒也挺安静 大多数学生都在呀 修炼意识流 控制流 那风雨雷电五行系统 全面进修啊 在李淳水的全面教学之下吧 反正全员修炼 一飞中天 周小白点点头 感觉到了无边的希望 这些徒弟们 都是自己的未来呀 陈行教师的未来呀 总有一天 我周小白也会有自己的嫡系门徒 打架泡妞 全部怕旁门正宗周小白 哇 周小白在心里边 设想起自己的未来 那是多么美好的修真年代呀 在未来 在以后 在修真的大时代 如果我可以成为一番天地的主宰 是不是我可以三宫六院 七十二嫔妃杀丁 你不怕累死啊 哎呦 你吓死我了 周小白呀 一回头 就见李淳水从后边过来了 轻轻地从后边抱住自己 贴得还挺紧张 不过被美女从后边抱住的感觉 总感觉有点奇奇怪怪的 应该是我从后边抱美女呀 哪能让美女从后边抱我呢 别胡思乱想了 人家就是想你了 想抱抱你 那是必须的 没毛病 你说咱们一路过关斩将 好不容易熬到今天 学院应该消停你这儿了吧 怕事没那么简单 听说你病好了 院长刚下令通知 运动会明天开始 八品级教师全部得到消息 谁能夺得头筹 谁就能连升三级 直接进入六品级教师的资格 其实这里边呢 针对的只有一个教师 就是你周小白的和陈兴教师 问题的关键是 老师们单独比赛 学生们也是单独比赛 作为班主任 你必须亲自出手 怎么样 有没有信心 有啊 想当年哥们顶风尿三里 看现在顺风尿成何 哥可是呢 全哪南山插门虎 脚踢北海 敬不舍的存在啊 那甭管刀山剑海 来一个我灭一个 来一堆我灭一双 男的踢飞 女的我收了 好样的 这才是我的男人 不过 你的几个敌传弟子 你得提前让他们准备一下 明天就是运动大会 针对的就是陈兴教师 你自己有底了 可是你的学生们 你不得好好打打预防针啊 那几个人 都是跟着你一路过来的 你自己啊 开开动员会去吧 你放心 我心里有数 说着话 周小白一步步走进教室 同学们 展示我们 胸威的时刻到了 明天 学院八级极品运动大会 全程闪亮 和师父一起 称霸天光 下巴 一阵呐喊呐 本集播讲完毕 更多精彩 喜马拉雅内 搜索大兵 欢迎收听 带着妹子去修仙 作者 凤舞九天 由大兵 为您播讲 喜马拉雅 独家播出 八十年不举行一回的 学院品级运动大会 终于在没人期待的 蒙圈戏份之中 热闹的开始了 此番大会 组委会高度重视 院长亲自解读 并且由楚桥美女 现场主持 全院直播 那动静闹得挺大 无数人惊喜 羡慕打着哈 都知道这是一场啊 上层纸牌下的 扯毒的运动会 那可是不敢不从啊 尽管如此 八品级所有师傅 还是收到了消息 运动会赢了周小白 师徒弟连升三级 那不得不说 这是个利好消息 而周小白和徒弟们 一旦输了 就会被打出学院 自生自灭 可一旦离开学院 周小白在外边的世界 还能再活几天 那就没人能说得清了 这是事实 可你能咋的 所以周小白的 这意思已经很明显了 粉身碎骨 魂不怕 要留师傅在身边 干他媳妇上 随着陈兴小队的浩然进出 组委会那边开启了 储桥模式的现场讲解 同学们 老师们 现在走进我们视野的 就是来自陈兴教师的周小白老师 和他的徒弟们 本次猜算的人数 一共200人 周小白老师亲自带队 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吧 好 下面的团队 是八品级铁甲军团队 铁甲军团队 是我们八品级教师中 出类拔萃的一支队伍 他们一向秉承 比赛第一 友谊第二的原则 对所有对手 都是摧枯拉朽式的存在 加油哦 接下来进场的 是八品级教师中 独一无二的野妹妹团队 此团队是野妹妹 师父叫野球王 具有超级粉碎的黑色力量 不可小觑 最后一支进场的队伍 是来自八品级队伍中 最帅气的一支团队 叫做老纳幼环俗团队 本团队的师父是个和尚 带领着一帮小和尚 准备还俗娶媳妇 可惜他们必须经历 血与火的考验 才能还俗成功 有请 随着二十支队伍 全部进入完毕 热闹的运动会 那是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啊 一支支拉拉队 跑到赛场中间 还唱起来 小和尚下山区花斋 老和尚有脚呆 反正都是一堆 周小白提供的歌曲吧 反正听着 也挺热闹的 坐在八品级队伍中 最低阶的一个周小白团队 那二本人看起来毫不起眼 他们比不了高高在上的铁甲军 比不了一帮子 也性十足的野妹妹 更比不了一个个脑袋 放光浑身之哆嗦的 老纳幼环俗 这可咋整 李纯水和小宝剑 作为队伍的带领官 此番是不能上阵 因为规定 只能班主任和学生们上 强强联合 现在的情况 看起来有点不妙啊 这两百来人聚在一处 第一次来到这么巨大的体育会馆 当着几十万人 上百万人的面 比赛 就这种心理压力 可不是一般人所能够承受的 不过有一点好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啊 学院最起码不能玩音的 光明正大 打一场 谁怕谁啊 孩子们 别慌啊 不要怕 有师父在 前途无量 周小白举起拳头 哈哈傻笑 师父 师父 你腿这么哆嗦了 是啊 师父 你的手怎么也在抖啊 是吗 啊 昨天晚上可能必顿吃的药 那怎么又颤抖了呢 哥 这叫回血动包 行了 别别说废话 都听我的啊 所有人静心静气 不要慌 兵来将挡 水来土掩 脑袋掉了 晚大个吧 十八年后 咱们师徒 还是条好汉 嘿嘿 李纯水啊 在旁边瞪了周小白一眼 不是大哥 你这是大气吗 然后他笑呵呵的朝同学们喊 大家不要怕 有你们的小白老师在 你们就能枉不力 打败所有人 小宝剑也举起粉拳头 是啊 大家加油 看着周小白团队一声声的欢呼 那附近的人全都啊 看过了一阵阵吃消 一个小小九品级最低级的周小白 不过就是走了狗屎运把了 还敢这么嚣张 岂有此理 一个个呀 都鄙视 冷笑 正宁 阴森的看着周小白的队伍 两百来人的队伍 分分钟给你灭成渣了 运动会大赛开启 这个时候院长站起来 讲了几句没营养的废话 让大家群策群力 永征第一 世界是属于你们的 比赛开始 各个队伍开始锻炼身体 做准备运动 不过呀 这比赛项目挺多 还是啊 取最终分作为比赛结果 周小白的目的非常明确 不输 不垫底他就算赢了 哪怕倒数第二都OK 正所谓五十九遭罪 六十一浪费 六十分万岁万岁万万岁 楚桥低头看了看 做这个准备活动的周小白 倒是挺兴奋 不过周围的那豺狼虎豹 早就把周小白就当成了点心了 准备把他吃的渣子都不剩 凶多吉少 这场比赛 院长早就准备妥当 想要逆袭恐怕不易 体育赛场响起巨大的广播声 美女楚桥温柔的喊 天光学院第某某届运动比赛大会正式开始 下面是第一轮竞技项目 有请各代表队进行四成一接力比赛 各队伍可以派人赶紧过来报名了 很快 那各个队伍似乎早有准备啊 一个个黑脸大汗 一个个无毛和尚 一个个野性小妹 全都闪亮登场 这帮人一个个眼睛放光 看着匆匆跑过来这四个人 那非是旁人啊 正是沙同海 林天真 叶子妹 还有小布尔 作为周小白嫡系的直传弟子 这四个人可是一路跟着他走到今天 这一顿四成一接力赛 周小白势在必得 加油 加油啊 林天真可爱漂亮 叶子妹欲解温柔 沙同海老当义壮 小布尔一脸梦圈 好了 现在二十支队伍都已经准备完毕了 黑马之一的铁甲军和野妹妹团队呼声最高 其余的团队也不相上下 老娜要还俗队与王逆袭 现在所有人听我号令 预备 随着楚桥美女的一声令下 砰的一声号令枪响 第一轮接力赛 迅猛开启 跑在第一位的小布尔 由于实力最弱 那反倒跑的比谁都快 那小腿小腿倒过的 那走走走走走 哇呀一声叭唧 摔低声了 现场一片哗然 几乎站起身的周小白 就知道这丫头肯定跑的最慢 可是你也给我争点气 这怎么还摔跟头了呢 就见小布尔委屈的站起来 边哭边跑 原来他脚底全是溜溜球啊 还带刺 我擦贼放了呀 本集播讲完毕 更多精彩 喜马拉雅内 搜索大兵 欢迎收听 带着妹子去修仙 作者 凤舞九天 由大兵 为您播讲 喜马拉雅 独家播出 没想到是没想到 这么阴险吗 众目睽睽的 周小白马上提出质疑 凭什么有溜溜球 还样不样音跑了 小白老师 请你看清楚 所有人的跑道 都有溜溜球 楚桥一脸尴尬 虽然他也是刚刚收到消息 但是对于这一点 他也是心存不满的 很明显 对于四成一跑道 全部铺满溜溜球的决策 他是反对的 可是反对有什么用呢 其他队伍知道 这个消息的虽然不多 但是黑铁军 野妹妹队和老那 要还俗队 肯定都知道的清清楚楚 没有原因 所以瞬息之间 二十支队伍轰然一声 噼里啪啦就倒了一大片 是有人哭来 有人骂 有人笑来 有人嗨 铁甲军 战略第一 野妹妹 战略第二 老那要还俗 战略第三 周小白团队 战略 倒数第一 一屁股坐下来 周小白骂了一声 值得和所有人一起 大声喊 加油 小布偶 加油 小布偶 加油 这场诺大的跑道 一圈下了有十公里 实在是太大了 小布偶在一片玻璃球上跑 那跑十步 摔拔步 速度是越来越慢 越来越低 哭的他都成了个累人了 那手啊 脚没丫子 全都被那破碎的溜溜球 扎的削肉模糊 于心不忍的周小白瞇起眼 就见逆方向的林天真 倒跑回来 和所有人的方向 逆势而行 一步两步 三四步 追风四电的林天真 嗖嗖嗖和小布 越跑越近 是越跑越近 等一下 院长弹嗖一声 抬手一整 这给林天真这么跑 这何规矩吗 那小布偶没到呢 他倒着回来 倒着跑 楚桥点了点头 报告院长 根据比赛规则 下一轮接力的队员 是可以逆势奔跑的 接住跑不动 那个人的接力棒 只不过他们的时间速度历程 就会全线增加 实际上还是一样的 符合规则 哦 院长这才点了点头 众人低头看去 就见小布偶 在一片血水中 站起来 哭成了个泪人 那疼啊 那浑身都是玻璃茶子 林天真一把 接过接力棒 可惜他已经啊 往回跑了 三分之二的距离 被别人拉下了 一圈半还多呢 往回冲吧 往回杀吧 附近所有医疗队 把小布偶先给抬下去了 其他的团队 此刻已经完成 第一棒的接力 第二棒的人已经开始飞奔 而这个时候 倒数第一的林天真 不过才刚开始 跑在小布尔 还没跑完的 那个赛道上 就听他尖叫一声 浑身扑的一声 爆出了一片粉色光芒 少女羞羞拳 青春无敌 嗡的一声啊 林天真这些日子 苦修甚微 加上他本身 宫底也不浅 此时此刻 愤怒 焦急 信念 意气爆发 让他红的一下 成了全场的焦点 就近一道粉光的青春少女 如一道彩虹 呼啦啦 带着残影 就在跑道上分崩 什么玻璃球啊 玻璃茶子啊 全都成为他彩虹的一部分了 惊喜不已的周小白 尖叫一声 林天真 冲过去 赢了今天师父 给你暖被户 给你铺床单啊 天真天真 你最棒 天真天真 你最强 天真天真 你最棒 天真天真 你超越猛乡 一起飞 小白团队 撕心裂肺的欢呼声 冲进了林天真的耳朵 少女欲腿如线 是白白闪烁 咔嚓咔嚓 就跟那个残影似的 再度扭曲 以一道蜿蜒的流光之水 迅猛加持 楚桥张大了嘴 没想到一个平时 娇娇嫩嫩的林天真 会跑出这般彩虹残影 已经追胜第二轮的尾声了 千军一发之际 第三轮接力棒 全部交接完毕 林天真也终于 把接力棒交给了 玉姐女神叶子妹 叶子妹用力点了点头 看我的 自媚姐加油 正在吐血的周小白 尖叫着 哎呀 别他妈废话了 赶紧跑啊 说到 叶子妹转过身来 就跟那 离弦支箭一般 就飞了出去了 那嗖嗖的 此时此刻 由于玻璃球的原因 三分之二的队伍 已经歇菜了 第一个铁甲军和第二个 野妹妹队是风起云涌 不相上下 而老纳要还俗团队的 第三个哥们 还在叼着毛毛草 等着叶子妹 啥意思 老纳要还俗团队的领队尖叫一声 你他妈瞎呀 快跑啊 哎 北美 认识一下 老纳 罚后 叶子妹一脚把这哥们就踹出去了 如一道九色小路直击沧海 在这一刻 在楚桥的激烈解读下 仅剩下的三支队伍 还在你死我活的争夺之中啊 周小白团队第三棒是叶子妹 叶子妹被称为女神之光 欲解风采 此时她穿着一双高跟鞋 超短裙 果然是尘土飞扬 哎 不过为啥要穿高跟鞋跑接力赛呢 还整个超短裙 你家师父特异的吧 周小白哈哈大笑 我就是故意的 怎么的 哎 咱让师父这招不错吧 你们叶子妹 那叶师姐自带女神之光 光是这对白白的玉腿 那足以闪下对手的老眼 师父厉害 师父真有你的 哎 不客气不客气 你们快看 赛场上风云变幻 谁也没想到小白团队第三棒 比第二棒林天真更加精细 这叶子妹个子高 身材好 那大长腿啊 啊 附近的操场一片呐喊 叶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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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此起彼伏 就连院长大人都瞪圆了 那大眼珠子 这叶子妹竟然如此漂亮 气质超裙 这小短裙啊 这高跟鞋 那跑四成一呢 这他妈没谁了 随着人群如潮海般的呐喊 跑在第一位的铁甲军团那个队呐呢 回头一球 顿时被后边追上来的叶子妹 晃瞎眼了 我去这么美啊 气开 野妹妹团队可不管那个 野性十足的小妹一往无前 叶子妹紧随其后呼呼直追 被推在一边的铁甲军第三棒咔嚓一声追上去了 三个人就此时并驾齐驱 终于跑成了一条直验了 千军万马随风去 女神当属叶子妹 今儿看我美不美 叶子妹轻轻将肩膀的胳膊露出一大罐来 瞬间引起了半个赛场的轰动 铁甲军第三棒终于止不住流鼻血飞流 被野妹妹和叶子妹一脚再次踢飞 咔嚓一声就融入了玻璃球的惨叫声中 就见一个巨大的黑影从天而降 第四棒铁甲军是一个两百多斤的胖子 这一脚就把第三棒踩在脚底下了 他弯腰捡起接了一半冷笑一声 女神之光嘛 可惜对我无效 本集播讲完毕 更多精彩喜马拉雅内 搜索大兵 欢迎收听 带着妹子去修仙 作者凤舞九天 由大兵为您播讲 喜马拉雅独家播出 谁也没想到第一轮的热身赛就引起了轰动了 野妹妹团队自然不需多说 但是周小白团队那俩美女弟子却引起了轰动了 且不说青春无敌的林天真 娇嫩可爱 那不知道让多少大叔少女心那都咔咔泛滥呢 关键时刻 女神之光的叶子妹穿着一身超短裙高跟鞋 在赛道上如一道风景看下了无数人的老眼 刺激的老纳团队第三轮败尾 野妹妹位列第一 最终一半已经接手搜搜搜 跑出去一道残影是呼啸声烟 那是十公里啊 叶子妹飞速狂奔 再有五千米就看见沙滔海了 作为终极一半 周小白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沙滔海身上 可是与此同时 铁甲军团第四半也是个五大三粗的一个大汉 就见他学起了林天真的道跑的模式 毫不顾及叶子妹的女神之光 落地之后捡起 接了一半轰的一声啊 追一声叶子妹了 这怎么可能呢 赛道一条条发生裂变 一片片发生扭曲 巨大的地震声此起彼伏 那人呢 每踏出一脚 那都感觉像是五级地震似的 当然限制了范围 本来都要冲到尽头的叶子妹 突然就陷进去了 哎呀我去 高跟鞋一崴脚就听嘎嘣一声 哎呀不好 怒火冲天的沙童海也倒跑回来 叶子妹拼命的从裂缝里往上挣扎 就见一只大脚轰隆一声 把叶子妹狠狠踢下去了 然后哇哈哈就冲出去了 和擦肩而过的沙童海 爆出了一片死光 你给我等着 你给我等着 说时迟那时快 沙童海一把将奄奄一息的叶子妹 拖了上来 很快医疗小队抢救下去了 此时最后一棒的铁甲军 已经追上了野妹妹团队 而沙童海拉近的距离 哎呀他看不了了 那两个眼睛都是血刺的 沙童海骂了一声站起来 看着古断金蛇的叶子妹哭喊着 我要杀了他 沙童海给我报仇 踢死他 好嘞 沙童海一声怒吼 整个人咆哮一声 后背竟然出现了一团扭曲的东西 看不清楚是个啥 所有人全都惊呼一声啊 这周小白看起来不起眼 这土地咋一个比一个不是人呢 就见赛场之地 陡然间天空突变 阴沉如海 沙童海的气势 已经可以到了影响天气的程度了吗 我的个天哪 沙童海一步顶十步 十步顶百步 速度不快 但是就跟他踩蘑菇的小骨 不是 就跟他弹力求是那个超级马力似的吧 一个立定跳远五百米 两个就三千米 四个 哎呀我的 不好快跑 铁甲军最后一半没撂到 最后碰了个缝子 这大个子比自己还狠 哪狂狂的就追上来了 此时的赛道上 玻璃茶子横飞如旋风奔涌 爷妹妹最后一半是个黑妞 慌了慌胸口 想吸引沙童海的注意力 被冲天而降的沙童海一脚踢飞 妈压一声就跌出去了 出局 黑甲军最后一半吓得掉头就跑啊 沙童海啊 在后边猛追 不是玩地震吗 老子也会 沙童海轰隆一声一脚踏地 就见咔嚓一声 这劲儿是大了 沙童海他妈自己掉下去了 卧槽 没了 这周小白就算算到了所有的结局 就是没算到沙童海一脚脚把自己给陷没了 不是沙童海你什么脑瓜子 金水了呀 你使嫩大劲干啥 你自己掉下去了 赛场上紧张的气氛 突然就热闹起来了 四周一片大笑 这小白团队第四棒太有意思了 自己一脚脚把自己踩进去了 这下没悬念了 哎呀哎哎哎快看咋个事 疯了疯了 这是疯了吗 这这咋个人啊 哎呦我 整个赛场一瞬间再次沸腾 那不是因为跌落下去的沙童海不见了 而是因为 我培养出来的土地这么牛叉吗 周小白也是起立啊 尖叫着朝着赛场上吼 沙童海往前冲 最后一半的赛场上风云突变 跑在第一的自然是黑甲军的最后一半 可是就在他身后的世界一片片绝地而起的碎土尘埃 玻璃茶子 那是风起云涌啊 有人在地底下朝前跑 在地底下朝前出 这得多大的力气 泥牛翻妹啊 疯了 全都疯了 院长和组委会都已经掉下哈喇子了 还他们有这种人物呢 周小白能不能打过沙童海 租委会现在已经开始严重怀疑了 黑甲军的大哥呀 这时候也开始害怕了 自己擅长的就是一粒详实惠 而且对女色不感兴趣 没想到自己身后这大块头 比自己还不是人呀 不但力猛刚强 而且是披山断海 这一顿轰隆隆啊 直接从地底下跟个冲天炮似的 来了一招周小白的好油肝 把这黑甲军第四棒从地上揍到天上 然后一顿嘿嘿哈嘿啊 眼看的抽到终点的时候 天空中落下的黑甲军第四棒又咔嚓一声 抱住了沙童海这大腿了 哎呀 沙童海怒吼一声一拳哄下 对方也怒吼一声一拳哄上 耳轮中就听咔嘣一声催响 这沙童海直接把对方打残了 自己的胳膊也骨折了 一个不可思议的那个角度扭矩着 然后往前一扑 一步两步三四步 这黑甲军第四棒果然厉害 被打残了呢 还不依不饶的抱着沙童海 那嘴里边只往外涂血沫子 我我我去你 红隆一声沙童海浑身暴气一片气浪 一脚将黑甲军第四棒那就揍上了半空 那只如一只断了线的风筝摇摇飞去 一拳一拐的沙童海哈哈哈哈大笑 就要走到终点的瞬间 从天而降的黑甲军第四棒吐着气 把自己飞回来了 然后轰隆一声将自己和沙童海同时砸进地底 一片白烟 这场面尴尬了 两个重伤全都跟僵尸一样的大家伙 从地底下往外爬 浑身哆嗦的 你要我大腿 那我扣你脖子 就那么来来回回的呀 就见一个浑身是伤的秃头少年 乐呵呵的跑过来 我第一了 我第一了 恭喜老纳要还俗队夺得头筹 全场一遍蒙圈呢 两者相争渔翁得利了 这第三棒被踢飞的老纳要还俗 在第四棒的时候溜溜答答的就完成了第一了 赢了 而沙童海还有那黑甲军第四棒被台修制了 一脸蒙圈的周小白小看了这场竞技了 这怎么整啊 本集播讲完毕 更多精彩 喜马拉雅内 搜索大兵 欢迎收听 带着妹子去修仙 作者 凤舞九天 由大兵为您播讲 喜马拉雅独家播出 黑马选手铁甲军和野妹妹团队第一轮被灭 种子选手小白团队全灭 反倒是连学院都不重视的老纳要还俗团队溜达的 捡了个便宜 多得头筹了 那再往后啊 就是沙童海多得第二 铁甲军第三 野妹妹第四 那再往下 那就没啥营养 咱就不说了 楚桥妹子一脸尴尬的呵呵解读 恭喜老纳要还俗队夺得第一 周小白团队夺得第二 加油 现场是一片唏嘘啊 那光头少年哈哈哈哈跑回去引起团队的一片尖叫 而沙童海则伤痕累累的跌坐在地 和一帮的人一起被医疗队抬下去就窒息了 周小白看了之后啊 一脸懵圈呢 知道这运动大会一共就三天了 最后一天是老师们的竞技 这第一天第一场就引起这么大震荡的 起夜间的比赛怎么着 可怜自己那四个直系弟子了 大小伤全都包围了 心说呀 这不闹心都是骗自己的 好 第一轮比赛结束 下面进入第二轮比赛 单场竞技环节 各式深浅 有请各代表团准备学员 混战摸底模式开始 谁能在广场上待的时间最长 谁就是第一 随着楚桥一声令下 两百个团队 两百个学员集体挖力 一个个奔跑向赛场 看着四面八方一片寂静 全都谨慎的看着四周 这一幕让周小白实在有点懵圈呢 这到底又要干啥呀 这是 说时迟那时快呀 虚空之间 突然云空一道闪电 随着运动场上空一片乌云飞舞 那就冒出来好多异形怪物啊 大的小小从天而落 跟那天女丧花似的 吓得无数学员尖叫出声 可这时候已经没有退路了 周小白大吼一声快跑啊 可却也来不及了 这一次上场的不是别人 正是自己新收的弟子沈倩 这姑娘虽然花容月貌 却也是道行太浅呢 学了点皮毛 那偏偏鬼还行 可这 果然让周小白大跌眼镜了 沈倩如小鸟 一人一般一把抱着个大黑个子 啥叫唤呢 大哥哥大哥哥快救救我 我怕怕 小美人不怕 有老夫在 一切皆可搞定 就看个光头大叔 哈哈哈哈 仰天一吞一吐 竟是昏黄之气 此人正是老纳要还俗团队的副班长 吞天吐气 沈倩抓住黄大帽就闭上眼了 四周一片腥风血雨 扑扑扑啪啪啪呀 一堆人驶出看家本领 和一片片大小异形展开了血腥死傻 你来我往事斗战狂潮啊 眼看着场面一度失控 大多数学员呢 还是抵不住这些出现的异形怪物 想必这也是学院的故意为之 控制了这些异形的能力 只能伤人不能杀人 所以现场一片哀嚎 瞬间就倒去一大片 没过多久啊 你坚持下来的可就屈之可数了 目前依旧以铁甲军野妹妹老那 幼环俗和周小白团队并居四强 随着怪物一片粉碎 天空中露出了一对血红的眼睛 一只巨大的白骨骷髅就蹦下来了 身高的五百来米啊 食指四缸刀呜呜呜 飞舞出一片旋风刀光 直接就杀过来了 四强暂时合力杀敌 对方骷髅那绝对是院长设计出来的 院长这人实力那神不可测呀 小心为上啊 周小白看着这么巨大的白色骷髅 只都是让自己弄 肯定弄不出来 那接下来怎么办呢 四大团队就剩下四个人 可惜周小白团队的沈倩妹子 却始终抱着老那要还俗团队的 那个副班长死也不下来 就知道啊 在人怀里埋个头 那些跟小鸟一人似的 这一幕看的学生们眼睛里边都是唏嘘一片 看在院长眼睛里边也是直蒙轩呢 看在那周小白的眼睛里边 那是从命无比啊 对就这样 对对对 猫着吧 土地啊 老那要还俗副班长 大吼一声 吼出昏黄之气 铁甲群大师兄啊 一拳哄下气暴雷霆 野妹妹团队的超级美女 大叫一声 超弹动 嗶嗶 拨拨拳 三人混战骷髅王 是风雨不透啊 果然都是种子选手 黑马选手啊 院长大人点了点头 觉得是真不错 让人心生欢喜啊 我听光学院后起之秀就在这了 不过周小白团队的学员 果然都秉承了周小白那无赖的风格 让人浑身难受 这沈倩挺漂亮的一小姑娘 那一上场就趴在老那要还俗 那扳腹的脖子上死活都不敢下来 这晚上谁也没招啊 一个愿意抱 一个愿意背一抱 你能咋地啊 多说无意 三人狂战骷髅王 终于将一大只骷髅 打成了一大片骨头渣子 几个人气喘吁吁 坐在地上 累了头发都要白了 扑扑两声 是谁也没想到 一片狼藉的赛场之上 跳下来的沈倩 对着铁甲军和野妹妹团队的 两位种子选手 就是两刀重击 给那俩干昏过去了 老那要还俗团队的哥们 尖叫一声 刚要喊不要 这沈倩妹妹往前一挺 对不住了 吓得这哥们鼻血横流 说了一声 直了 然后挠一声 就晕过去了 场面一度安静 现场尴尬了几秒钟之后 突然就热闹起来了 那都大声喊着 沈倩沈倩 无敌沈倩 出桥直接宣布 恭喜第二轮 沈倩获胜加油 沈倩那臭不要脸的 甩开两条大长腿就跑回来了 一鼓作气冲上那观战台 抱住了蒙圈的周小白 那就是一军一顿气囊 给这周小白脸蛋的胡的 那家伙 好样的拖点 真正的战场上只有输赢 没有规则 加油 周小白做了个加油的姿势 沈倩也高兴的 能力展示 比赛第五轮 团队竞技展示 就这么说吧 这一天晃起来 周小白团队以微弱的名次 赞列第四 第一个是提甲军 第二个是尹妹妹 第三个是老纳要还俗 第四个 就是周小白这陈兴战队了 不过这一天呢 周小白算是领教了这帮人的 无赖打法 为了赢早已经不择手段了 弄死自己才是万中瞩目吗 明天 明天看来还有一战呢 来吧 让暴风雨来的更猛烈些吧 晚上的时候 李春水很少独自找他聊天 这回啊 李春水领着周小白 去了暗地里的小树林 他轻轻一笑 小白 福利哟 欢迎收听 带着妹子去修仙 作者凤舞九天 由大斌为您播讲 喜马拉雅独家播出 小树林里的周小白 坑死别度的刚要伸手 却被李春水拽着拨领子 就摁到树上了 你急什么呀 周小白心说 你都把我整这儿累了 你跟我说这个 啊 你兜你哥 带着吹风上的 有意思呀 我找你出来 就是想单独和你说点事 李春水 瞇着眼睛的样子 是真好看的 周小白只能呵呵一声 我今天在赛场上 观察了一下 基本上可以断定 学院针对我们 已经开始 从暗地里到明面上了 你就没什么 好打算和想法吗 今天院长大人 设计的那些妖兽怪物 骷髅鬼王什么的 放在你身上 你能弄出来 我 我跑还差不多 这不就对了 这才是你的真实想法 对吧 明天第二天 后天就是你们 班主任之间的战斗了 我和小宝剑都帮不上你 先把眼前这关过了 咱们从长计议如何 周小白刚要又说话 这李纯水啊 掉头就走了 周小白满脸苦笑着摇头 看来自己又想多了 转身回房 发现小宝剑妹妹 已经沐浴完毕 在床上等着了 小白哥哥来啊 哎呦我去 激动万分的周小白 还是觉得宝剑妹妹好 一夜无话 早早醒过来的周小白 还在准备第二天 比赛的运动会 同学们 昨天我们以全票 第四的分数 依然坚挺 大家不要灰心 只要你们稳住 现在的分数 明天终极一战 就交给师父我了 师父万罪 陈兄万罪 好好好 哎保持住这种气氛啊 出发 随着周小白一声令下 所有学生 疯狂的冲向比赛场地 一个个摇起呐喊 似乎并没有因为 昨天的排行第四 而心生厌烦 终极一战 风雨欲来啊 高高在上 当主持人的楚桥 就不参与竞技了 他拿着麦克风 说了几句鼓舞人心的废话 就宣布 开启了第二天的 竞技大赛 同学们好 今天第一轮 比的是利器 广场上准备了 可以承受 五百吨重量的机器 谁的力量最大 谁就能夺得第一 参赛选手 第一名 黑甲军团班长 利王 我们有请 随着人群一阵翻腾 那黑甲军团的 大班长利王登场了 此人身高两米开外 那体重得五百来斤啊 浑身上下 那全是腱子肉 那肉都是黑色的 就跟那钢铁交注的一般 就见他走上场地 竖起钟指 朝着周小白 冷笑一声 手下败将 周小白团队的学生们 群情激愤 被楚桥用喇叭给拦下了 黑甲军团队 利王同学 请你开始你的表演 不要挑衅其他班级 开始 这利王果然是利王啊 就见他冷笑一声 咚咚咚 大踏步朝前跑去 每一步都是摇摇晃晃 就跟吃了小摇丸似的 轮起俱拳 就听一声俱强 嗡一下啊 整个赛场全都安静下来 就见技术器 开始显示重量 滴滴滴滴滴滴 扑一声 打击重量 四百零八吨 现场的尖叫声 疯狂声 呐喊声 激动声 无数人的羡慕声 此起彼伏啊 周小白下了一缩脖子 哎呦我去 四百零八 这是人吗 小宝剑在旁边叹了口气 推驾军团队 修炼的属性就是力量 看看咱们的沙童海吧 这小宝剑也知道啊 这种级别力量啊 一般人那是打不出来了 第二轮 野妹妹团队 咣当一声 力量一吨 第三轮 这老那要还俗团队 吼哈一声 力量十吨 了不起啊 随着两百人 一个接一个的练 最高的还是力王 四百零八吨 最小的 直接被反弹力 震晕晕过去了 直到最后一个人 浑身缠着绷带的沙童海 由于昨天受了伤了 今儿没办法 只得他亲自登场了 因为周小白团队里边 沙童海是唯一一个力量型选手啊 赛场上的冠军 此刻应该是毫无悬念 那就是力王班长了 就见无数人吹着口哨唏嘘声 喊着下去吧 下去吧 这周小白心里边挺不好受 但是没办法 现在只能忍着呀 沙童海重重的朝周小白点了点头 然后转回头来 看着眼前巨大的重型机器 跟着混头楼的底弯似的 就那老大啊 说是迟那是快 沙童海轮起右拳 忍着伤痛 大喊一声 万军雷霆 随着沙童海一拳轰出 他拳头上也开始冒风啊 开始着火呀 开始伴着雷电光芒闪烁呀 就听咔嚓一声巨响 那巨大的操场赛场上 一架巨大的重型机器 跟他妈玩具飞机 似的被沙童海一拳干碎了 四分无裂 周小白看着沙童海 没事人似的 拧了拧脑袋 还有这啥破案 不惊打呀 哎呦我的天呐 整个比赛场地一片寂静 就连老院长都瞠目结舌不知声了 这沙童海是周小白的人 这怎么办 还是学生的时候 就可以打碎机器了 这以后得牛成什么样啊 不行 不能让周小白再发展下去了 明日终极一战 必须得想个折 弄死他 场面寂静片刻之后 随即爆发出剧烈的掌声 楚桥当场宣布 周小白团队沙童海获胜 位居第一 铁甲军班长立王位居第二 不远处的立王闪烁出一片片光芒 死死的盯着沙童海 两人的目光中 全是缤纷四射的撞击啊 上午除去一些小来小区的比赛之外啊 就属沙童海那一击和立王的一击让人过目不忘了 不过立王控制了力量并没有权力施展 而沙童海啊 是不是权力一击 现在也不好说 两个人现在是针尖队卖忙 谁也不服谁 不知道以后情况如何 看来下午要有一战了 比赛到了第二天 随着无数团队的角逐 竞技分流强弱 这黑甲军依旧高姿态位列第一 也妹妹团队风骚的战局点 至于老那要还俗团队 则好像不是这世界的人 一个个都笑呵呵 只盯着美女四处开聊 周小白团队依旧是位列第四 总分如果再这样被落下去啊 明日一战 那就是周小白的死局啊 风雨雨来啊 本集播讲完毕 更多精彩喜马拉雅内 搜索大兵 欢迎收听 带着妹子去修仙 作者凤舞九天 由大兵为您播讲 喜马拉雅独家播出 运动会第二天 一上午最精彩的就是沙同海 一拳头干费机器的事 这让同样力大无穷的 力王班长有点闹心 不过不着急 老子也没使出全力 真要打起来 我们我也不怕你 两个大块头对着冷哼一声 如电视火花般转身离开 谁也不鸟谁 然后就是各个班级的群体决赛 一直到下午周小白团队才精心准备 敖战到光荣的第四位 是的 位置还是没变 野妹妹团队实在是野性十足啊 不但色诱他们 还想实体那个啥 那么差不点没把比赛现场变成现场直播了 那还了得 主桥看的脸都通红啊 一个劲尖叫 野妹妹团队 请你们不要那么野好不好 现场围观的却一片尖叫 不少人都开始在下面起哄 野妹妹第一野妹妹快点加把劲啊 周小白哼了一声 不去看这帮野妹妹 瞇着的小眼睛里边 倒是老那要还俗团队一片和声 哇哈哈集体出击 在混战的场面上 果然是一曲同工啊 这一次 就连天光玄院院长都是一脸懵圈呢 我屈了一声 这个不起耳的老那要还俗团队可以啊 就在众人看了看 时机要结束第二天比赛的时候 院长突然要宣布讲话 结果话筒的院长大人点了点头 团队嘛 啊 学生们 这两天的班级竞赛啊 让我看到了你们的精神 嗯 你们的实力 啊 我无限感慨啊 前四名的班级已经出来了 那么明天终极一战 就是老师们之间的较量 我相信你们一定会给我 给学院一个惊喜 不过明天 我为大家准备了一个非常好玩的游戏 希望各位老师以平常心面对 也就是了 那么明天 老师的分数和学生的分数将会统一 是非成败 就看你们的表现了 啊 明天见 院长匆匆离去 可是这话说的不清不楚啊 谁也不知道这院长又准备了什么烧包的游戏啊 这老院长 其实很多老师都对他很有意见 可惜没办法 潜规则就是潜规则 天光学院好多女 哎呀 那都不说了 周小白领着弟子们也匆匆离去 这两天的时间 他也见证了自己徒弟们的努力 虽然结果不容乐观 但是周小白还是感同身受 明日一战 就是自己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 老院长现在已经公开要制裁自己了 所有的资源都不向自己这边倾斜呀 可是如果明天赢了 周小白就能连升三级进驻四品教师 那一刻离一品教师不远 所有人都知道成为一品教师 那得到的资源将是无以伦比啊 就像当今呢 大热的云中火 虽然输给了周小白一次 但是人气不减呢 然而周小白虽然赢了云中火一次 却始终人气不升 很多的人那是不看好啊 这个没什么本事 就只会吹牛叉的周小白 事情告一段落 大家呀匆匆休息 周小白看了看林天真 小布尔叶子妹和沙童海 一个人低沉的回到房间 发现李纯水和小宝剑都在等着自己 啥意思 想干啥呀 周小白心中暗骂自己一声 说不会吧 这是最后的晚床啊 李纯水微微一笑 小白 知道你这两天心神疲惫 我和小宝剑妹妹扇位了一下 想给你放松放松 来呀 过来呀 这这啥呀 这真的呀 周小白 麻牙一声就跑过来了 这连跑啊 一边跑一边往一踢鞋 结果跑太快了 让自己呀 左脚半右脚 咚 一脑袋就撞那床帮子上了 麻牙一声啊 小白 小白你别吓我们呢 小宝剑尖叫一声 就赶紧呢 过起山手扶 哼吃别肚的把周小白 就给扶床上来了 周小白哼哼唧唧半天 那堂弟一动动不了 左手抱着小宝剑 右手搂着李纯水睡觉吧 这俩美女一看 这周小白躺床上就开始打葫芦 气的李纯水哼了一声 翻身就睡 小宝剑则偷偷隔进了周小白几下 结果这周小白可能睡糊涂了 太累了 毫无感觉 气的小宝剑也哼了一声 翻身就睡 可这时候 周小白的眼球却动了几动 他慢慢的睁开眼睛 深深的吐出一口浊气 天亮之后就是自己和野妹妹老师野球王帝 咔嚓一战啊 老纳要还俗的老师一枚 还有那个铁甲军班级老师铁甲龙的生死一战 学院虽然说不可以一命博杀 但是就把你打死了 你能怎么着啊 院长大人也就惩罚几下 意思意思 还能如何呀 这世界哪有什么真正的是非对错 哪有王法呀 看你不顺眼 要么走人 要么杀 在修认世界的路一样不好走啊 周小白心里有事 也没心思干别的了 可是总觉得有什么招呢 有什么招呢 静静思索的周小白沉浸在自己的神源世界里 修炼了一会儿天地宝库 交给自己的本事 然后就又一次啊 睡了个回笼觉 醒过来的时候啊 发现那小宝剑妹妹正抱着自己的大腿咔咔 那张嘴咬呢 嗯 鸡腿真好吃 好吃 香 哎呦 小宝剑 这是大腿 大腿 周小白煎咬一声 就被那小宝剑妹妹一口给咬上了 哎呀 哎呀 多他妈给我咬尿了 唐力挠一声啊 丢人啊 李纯水也醒了 咬着牙给周小白洗床单去了 小宝剑妹妹不好意思的 嘿嘿笑了笑 给周小白换了身干净干爽的衣裤 穿好衣服 准备奋力一战 天光学院运动会 第三天老师们的队移 就要闪亮开启 随着广场上人员的聚集 很多其他品级的老师也都过来观望 很多人呢 还是期待周小白的表现 这个当初迎了云中火的周小白 到底是运气好 还是有实力 马上就能见分晓 是罗子是马 拉出来溜溜呗 小样的 铁甲龙冷笑一声 如此小儿 不值一提 也求王妹妹吃笑不已 笑白脸子就是不轻揍 老纳要还俗的老师 眯封着老眼 是非千年 周小白 老纳可不是吃俗的 周小白这时候也蹦得上场了 嘎蹦蹦捏着十个手指头 哈哈一笑 我来了 本集播讲完毕 更多精彩 喜马拉雅内 搜索大兵 买 买 买 小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